每一年他都會做一份三日禮物給我 給我家爹 因為他說過他做的首飾 就算將來他不在的時候 他的首飾都可以陪著我 陪著我的下一代和再下一代 一直都跟著我們 好像一個家傳之寶一樣 我做了五年左右 我就發覺自己有點像機械人 每天不停地畫畫畫畫 好像沒有了一個靈魂 不知道自己想怎樣 每一天都 接著就決定我想去英國 想去看看世界 在那裡學到很多人 如何看一件衣服 如何去設計那件事 不是基於 trend 不是基於現在流行什麼 而是基於他們的 taste 和他們的 history 令我很大開眼界 製作就是全部都是爸爸做的 我是負責設計 Marketing Customer Service 所有東西都是我 我完全不會做 但我會畫圖 跟他再談如何做 我自己要求都挺高 而爸爸有他一貫做的方法 他對於他自己本身的客人 可能沒有我要不停地改 不停地改 最初經常都吵架 我經常都說他 你不要做到那些東西 那麼大件 那麼多鑽石 這個不是我想要的風格 然後他就經常都跟我說 我的客人沒有你那麼麻煩 你很麻煩 你要求很高 我開始知道我想要些什麼 而我也開始知道 我應該怎樣跟他說 他不會不開心 所以我們現在就好很多 最大的得著是 我可以經常跟他在一起 因為我們不是一起住 其實在香港 你不是跟家人一起住的話 你基本上很少時間會陪到家人 尤其是我現在自己做自己的事 基本上我每天都要做很多不同的事 如果我不是跟他一起住的話 我想我很少機會會見到他